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,主要内容是,他是张嘉义的亲表弟,被表哥张嘉义捧红后,如今登上央视红遍全国,小编提醒,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添加小铃铛,说起如今的娱乐圈,快节奏已经成了主旋律,如果一个演员不能用演技征服观众,那么慢慢的他就会被遗忘,进而兴起了新鲜血液,就会代替他吗? 这就是现实生活,如今的当红明星像张艺兴,李一峰,邓文,迪丽热巴,观晓彤等既有演技又有颜值,所以一直活跃在娱乐圈中,而今天我们说的这位被捧红后红遍全国,我们都知道一个刚出道的明星,想要成名机遇和人脉资源都不可或缺,有了这些至少可以让您少走一些不必要的路离成功更近一些,其他就是这样一个例子, 因为他有一个成名的亲表哥,大气完成到如今名气很大的张嘉义,在他的力捧下,吉他一路走红,如今还登上了央视,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他吧,听吉他这个名字似乎很陌生,其实这很正常,他是一位80后,在2003年,他演了首部电视剧,也算正式进入娱乐圈中, 但是作为一个仙人,他并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,而是一直在沉寂,他本是张嘉义的亲表弟,但是很长时间中并没人知道他,所以他的生涯前期并不如意,直到后来被表哥捧红,那么张嘉义,熟悉他的观众们都知道,他也是在进入娱乐圈中,十多年里处于无戏可拍的状态, 虽然后来他很出名,大气晚成,但他的成功也与一个人有关,那就是他的妻子王海燕,在张嘉义成名后,也经常在有一力支持帮助亲戚,而吉他就是其中一个,在吉他出道那么久,都没有多大名气,甚至也到无戏可拍的地步之时,正是张嘉义炸红大指之日,所以他也决定和吉他多合作,提携于他,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 我们只要是在能看到张嘉义的作品中,都可以看到吉他的身影,虽然他大多是以配角出现,但是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演技,也慢慢地被人们所记住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《白鹿园中黑娃》这一角色,他把人物的心理,形象等都演活了,可能也是因为他之前的经历吧,但是之后他被更多人所熟知,这一切一半是由于表哥张嘉义的历导, 当然更多的还是他精湛的演技,后来他自己发展,也留下了很多的经典作品,演绎了很多的角色,努力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,如今他登上了央视,现在红遍全国,这就是他的人生轨迹,同时我们也能感觉到,演员的不容易,希望走到这一步的他能更好的向前,有更高的成就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订阅,添加小铃铛不迷入